现在我们来看提要321 cosh remain方程式 cosh remain方程式 概念是说 我现在有一个 跟负数z有关的函数f 我们称作负变函数 这个负变函数f 如果它是所谓的解析函数的话 它就必须要满足这边所看到的 两个关系式 u是时数函数的部分 v是虚数函数的部分 那时数函数的部分 它分别对xy尾分的时候 会等于虚数函数的部分 分别对yx尾分 但是后面那项要多加一个符号 这是需要一点证明的 后面会切换画面去看一下它的证明 那 这边先看一下 那个基本的原则好了 基本的原则就是 就是我们在讨论它的尾分的过程当中 就像标题上面 所说的 我可以先考虑 data y很小很小很小 data yb近0 再考虑data xb近0 好 另外一个是 先考虑data x很小很小很小 再考虑data y很小很小很小 这个颠倒是可以的 然后就是data xb近0 先考虑 或者data yb近0 先考虑应该是要得到一样的答案 用这个概念去找到 我们所要的那个关系式 就这个关系式 这两个关系式 然后也会有对应的问题 我有两个问题要看一下 一个是函数f 它等于z平方 我们要检验看看 它是不是满足科西黎曼方程式 另外一个是 函数f是z bar 就是z的共2负数 我们看看它是不是真的不满足 那个科西黎曼公式 好 然后 现在来看一下 科西黎曼公式的证明 好 这个 科西黎曼公式 它的证明过程 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 我们再谈一下 什么叫做f的微分 好 f的微分 它必须要 符合 微分的定义 好 再把微分的定义写一遍 好 微分的定义是说 我让delta z做很小很小的一个极限的运算 好 然后后面是一个分式 好 分子的部分是 函数跟z加delta z有关 去减掉函数f跟z有关的值 好 在分母这边填上delta z 好 然后 就像我们这边所看到的 函数f有 所谓的 实数函数的u跟虚数函数的v 好 然后 也可以把那个delta z 好 这边注明一下好了 我们说我们的函数f 有分实数函数跟虚数函数两部分 好 实数函数称作u 好 因为z是x加iy嘛 所以u也会跟xy有关 好 v也会跟 虚数函数是v v也会跟xy有关 好 然后 再来就是那个delta z 刚刚也有提到 z是x加iy 好 所以delta z就是delta x加上idelta y 好 然后 然后 我们可以把 这边所看到的 所谓的delta z 换成delta x加上idelta y 好 这一项 实际上里面有两个小部分 两项的部分 好 这一整项要b近0 好 然后 刚刚也有说到 我们的 这个 函数f 是实数函数 u加上i 乘以虚数函数 v 好 那 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u里头 那个x 有加上delta x 然后 y 有加上delta y的状况 好 这个 实数函数 然后 i乘上虚数函数 好 虚数函数里面 也是一样 x的部分 会改成x加delta x y的部分 改成y加delta y 好 这是对应我们所说的 我的 函数f跟z加delta z 这样的一个写法有关 好 剪掉另外一个 好 另外一个的话是f over z 就是上面这些法 再写到这边来 好 u over xy 好 加上i乘上v over xy 好 然后分母的话是delta x加上i乘上delta y 好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delta x 当做很小很小 delta y也当做很小很小 就逼近零 好 但是 我们现在 第一步 第一步先是让delta xb进0 再让delta yb进0 好 就是 我现在的f 它的微分 好 写成 这边的delta x 先让它b进0的运算先做 然后后面才做这个delta yb进0的运算 好 后面这些是我刚刚前面那一行写的那些内容 好 就是delta x加上idelta y 好 那分子的话就是 实数函数的部分有考虑到delta z的影响 所以是写成delta x要加进来的形态 然后delta y要加进来的形态 这实数函数的部分 好 然后也是一样就再抄写一遍上面这个写法 好 好 叙数函数的部分也是一样 因为有考虑delta z的影响 所以这边是x加delta x 好 这后面的话是y加上delta y 好 然后减掉函数f 好 也是一样的 就把上面的写法再写到这边来 好 然后我就把delta x很小很小的这样一个极限的运算放到后面这个函数里面来的 所以写成 好 这边留下delta y做极限的运算 好 然后 因为delta x要让它很小很小 很小 可以当做0 所以这边就写成 实数函数的里头 x相关的 只有留下x而已 delta x就消掉了 就当做0 不是消掉 当做0的 好 然后y加上delta y 好 加上虚数函数的部分 有乘上一个i 好 v里面那个delta x当做0 所以这边写x就好了 好 y加上delta y 好 好 再减掉后面那个刮虎的部分 u是function of xy 加上虚数函数的部分 有多乘上一个v 多乘上一个i i乘以v v里面放 这个xy 好 然后 因为delta x当做0的 所以这边是i乘上delta y 好 然后再把 呃 实数函数的部分 合并一下 虚数函数的部分 也合并一下 也就是说 这又可以整理成 limits delta y 让它b近0 然后 我把u相关的合并一下 好 u相关的合并一下 所以这边写成 u over xy 加上delta y 减掉 u over xy 好 除以i delta y 我要分两部分来写 就是里面做加减乘除运算 其实它在做 后面才做极限的运算的话 它可以拆开两 先做极限的运算 就拆成两部分的极限的运算 最后再向加 好 所以我就拆成两部分 后面这个跟v相关的 也是一样做极限的运算 好 然后 i提到最 因为它们都有乘上i 分子的部分都有乘上i 所以i提到最外面来 好 v的函数形态是x 然后y 加上delta y 好 好 减掉v over xy 好 然后这边除以i delta y 好 然后 这个分母有多乘上i的部分 我把它有理化分母一下 所以我给它多乘上i 好 分子分母都给它同时乘上i 好 那i平方的话就可以当作-1 好 好 那我们就换页写 好 所以刚刚看到的f的微分 它就是 好 因为 这是 跟那个极限的定义有关的一个概念 好 先把 i的部分 的影响 提到外面来 这个i的影响 这有乘上i 这有乘上i平方 这算-1 好 所以我最外面的地方写一个-i 好 最外面写一个-i 然后 留下的其他部分啊 就相当于是u对y的微分 从那个微分的定义来看的话 这是u对y的微分 然后因为它是两个变数的函数啊 所以那个微分要写偏微分 我就写成u对y微分 好 然后再看另外一项 另外一项的部分 那i可以消掉 那留下的部分就是v对y的微分 好 加上v对y的微分 好 我们刚刚这个结论啊 是从datax 让它先B进0 后面才让datayB进0 得到的结果 那这个微分 的那个 顺序 极限的那个顺序是可以对调 微分的 这个过程当中 极限的这个取法 是可以颠倒的 所以第二步 我们要把刚刚那个极限的运算 颠倒一下 好 我们是考虑f的微分 好 颠倒刚刚那个极限的过程 好 这次先让datayB进0 再让datax做极限的运算 好 其他的部分 就是再把刚刚这个 相处的函数啊 再写一遍 好 我们说 u里头 好 有x加datax 然后y加上datay的影响 好 实数函数写完了 再写 虚数函数 哈 虚数函数里面 也有x加datax的影响 好 也有y加上datay的影响 好 然后减掉函数f 好 函数f 是跟z有关的 所以他u里头有xy的影响 好 然后再加上i乘上v overxy的影响 好 然后再除以dataz 好 dataz就是datax 加上i乘上datay 好 那先让datay做极限的运算 所以这个又可以整理成limits 留下datax 待会才做极限的运算 好 然后 实数函数的部分合并一下 虚数函数的部分也合并一下 好 所以 u里头 这个datay要当做0 留下datax 好 好 好 再来 这边有 留下一个y 好 后面那个u含顺 提到这边来 u是function ofxy 好 然后 我们刚刚有让datay 直接当做0 datay 要b进0 这个先处理 好 所以会留下datax 在这边 好 加上 另外一个极限的部分的影响 好 跟v相关的 datax 让他b进0 好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因为 因为 这里有一个i 好 这个i要提到外面来 好 然后v函数里面 这里有 看到的datay 当做0 所以v是function of x 加datax 好 后面就写y就好了 好 然后剪掉这个v函数 这里面没有什么datax datay 再把它抄一遍 好 然后 datay当做0 所以一样的留下datax 好 然后从那个极限的 这个 就微分的那个定义里头 有提到说 这个写法就是一种 u对x微分的那个 定义啊 所以我可以把它写成 u对x的偏微分 好 因为它是两个函数的 跟两个变数有关的 这个微分 u里面有两个变数 好 xy嘛 所以这个 微分的 概念 我要把它写成偏微分 u对x偏微分 好 加上我这个i提到外面来之后 后面也是一个v对x的偏微分 好 我们前面的答案跟 现在得到答案应该要一样 就是说 我在极限的这个取法过程 我是先让datax很小 还是先让datay很小 其实应该得到相同的答案 好 因为1要等于2 好 所以我们 这个十步要对应了 虚步也要对应 好 十步的话 这里是u对x的微分 这边是v对y的微分 它应该对应 好 所以u对x的偏微分 应该会等于v对y的偏微分 好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虚数部分的对应 好 好 呃 这个就是v对x的偏微分 好 应该等于 呃 好 这边写好看一点 好 v对x的偏微分 好 等于 负的 u对y的偏微分 好 或 或是 我们把那个负号移到另外一边来 好 这个前面没有改 前面这没有负号的问题 好 u对x的偏微分 等于v对y的偏微分 这没有改 好 然后 我们把这个负号移到另外一边来 但是先写右边 就 u对y的偏微分 好 我们说它等于 负的v对x的偏微分 好 固得正 我们就已经证出我们要的答案了 后面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呃 问说啊 这个函数f如果是z平方的话 它有没有满足科西黎曼方程式呢 好 那 呃 函数f啊 我们要 思考一下 它那个实数函数跟叙数的部分 各自是什么 好 首先 我把那个z平方 好 改写成 呃 x加 iy的平方 好 然后 呃 拆开来 所以变成 x平方 加上 i乘以 两倍的xy 好 再加上 iy的平方 然后这边遇到 i平方 i平方是-1 意思说第三项 也是实数函数的一部分 哈 所以我把实数函数写成 x平方 减掉y平方 好 然后 虚数函数写成 两倍的xy 好 我写下 u是谁 v是谁哈 有一个实数函数 叫做u 好 实数函数 u啊 就是上面所看到的x平方 减掉y平方 好 然后还有一个虚数函数 v 好 虚数函数就是我看到的两倍xy 好 那柯西黎曼公式告诉我说 呃 必须要满足 底下的这两个关系是哈 而 好 再写一下柯西黎曼公式 好 柯西哈 reman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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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柯西 coach remain 的 这个 所有的公式啊 那这要记下 一般来说 考试不会给你这个啦 好 把这个柯西黎曼公式写下 好 他是 呃 U对 X的偏微分 好 要等于 V对Y的偏微分 好 另外的话是 U对Y的偏微分 要等于 負的V对X的偏微分 好 看有没有满足哈 固 好 我们现在两个 对应的公式 来这边检验一下 好 U对X的偏微分是 呃 X平方 减掉Y平方 来对X偏微分 好 这个对X偏微分之后 留下2X 好 另外一个 就是V对Y偏微分 也检验一下 好 V对Y的偏微分 好 就是 呃 前面那个是U对X的偏微分 后面这个是V对Y的偏微分 好 V对Y的偏微分 就是 2倍的XY 要对Y偏微分 要对Y偏微分 好 那就留下2X 好 所以 这边有看到 U对X的偏微分 确实等于V对Y的偏微分 然后再看 呃 呃 U对Y的偏微分 是多少 好 好 U对Y的偏微分 那就是 呃 X平方 减掉Y平方 好 好 这一整项要对Y偏微分 好 他一对Y偏微分 那就是-2Y 好 再看一下 V对X的偏微分 好 V的话是 2倍的XY 2倍的XY对X偏微分 好 这是 2Y 好 所以 要多一个负号 所以他们有满足 第二个科西黎曼方程式 好 U对 Y的偏微分 好 确实有等于-V对X的偏微分 好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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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所以他应该就是X-I-Y 好 那 从这边我可以知道 实数函数 跟虚数函数 分别为X-Y 好 实数函数 我们前面用U的符号表示 是-V 就是X-X 就是X-X 然后虚数函数 我们用的符号是-V的 啊 现在是-Y 好 那 科西黎曼方程式呢 好 这要记下 科西黎曼方程式是什么 好 科西黎曼方程式是说 希望U对X的偏微分 等于V对Y的偏微分 好 然后U对Y的偏微分 好 等于-V对X的偏微分 好 那看看有没有满足哦 好 固 好 我们研究一下 U对X的偏微分是多少 好 U的话是X啊 X对X偏微分 那就是1 好 另外一个是V对Y的偏微分 好 V的话是-Y -Y对Y偏微分 好 这是-1 好 不满足的话 就是不相等 确实不相等 所以 我们的U对X偏微分 不等于V对Y的偏微分 好 其实检验到这边就可以说 它是一个不满足的状况 好 那我们为了完整起见 还是算完最后一部分 好 如果是讨论U对Y的偏微分的话呢 好 U的话是X 好 X对Y偏微分是0 好 再看一个V对X的偏微分 好 好 我们 V的话是-Y 好 -Y对Y偏微分 好 -Y对Y偏微分 对X 好 -Y要对X偏微分 好 那也是0 这个有满足 这个有满足 我们说 这边的U对Y偏微分 有等于V对Y的偏微分 有等于V对X的偏微分 因为0等于0 好 虽然这个有满足 可是 这两个 所谓的科西黎曼公式 只要有一个不满足 它就是所谓的不满足的状况 好 好 我们今天确实找到它有不满足的一个情况了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说明